有人說他們根本也沒有當和尚 也沒有實在於九龍山 所以後來有人講說他是在往西往南逃 不曉得後來不曉得他 所以李自成的生死在中國歷史上 到現在為講的為止 他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民旦 由於李自成有一個農家子弟 到攻佔北京城登基城地 雖然只有短短的40天 但是這個亂世蕭雄 為何無法像曹操或是朱元璋一樣建立新王朝 學者大多認為是因為游客主義太重 身旁沒有高水準的領導成員 加上爭取民三會的政策錯誤